何黎叔 老夫人 老夫人 小姐不见了 我当初找编了也没有找到 什么 别哭了 快说 怎么办 一夜都没有找到小姐 老夫人怎么办啊 报官之后有什么消息吗 人是帮着找了 但大人说也许是迷了路了 这不算什么大事 他还说 说什么 他说这么兴师动众的 搞得咱们像是匪贼作乱一般 要把这座城掀了一样 老夫人 求求您想想办法 一定要帮我找找小姐 求求您了 为了九龄 就是掀了这座城 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把手杖给我拿来 先尊大人 我们知晓了线索 早已禁述告知 还请大人立刻派人搜寻 大人的恩德 我们方家必定铭记于心 我说 方公子不必过于担心 这少夫人离家 时隔不久 放心 她一定会平安归来的 九龄若有不测 我这个做祖母的 难辞其咎 就是掀了这座城 也要把它找到 请刘大人赶紧派人去查找 方老夫人 这才多大点事啊 她才一日没有回家而已 未必能翻了天 我家的孙媳 就是方家的天 她出了事 我们方家的天 就塌了 方老夫人 我求求你了 我求求你们方家人 能不能不要闹事啊 借此手遇 如本王亲临 按主办事 方老夫人 可否将此物 借本官一月 未尘 多有得罪 这是陛下做王爷时 给我们方家的手遇 而今继位成为陛下 请问刘大人 这手谕还算不算数 算数 算 算数 算数 请刘大人协助方家搜城 寻找我方家少夫人君九龄 臣 遵旨 微臣告退 一个个别傻愣着了 找人去啊 是 是 祖母 你这手谕 能做的 都做了 这边的 去往承西 这边的 去城东 是 出发 小姐 你回来了 你没事吧 老夫人带着我们找个你一晚上 祖母 这一晚上你到底去哪儿了 我去采药了 你 你也太不知道深浅了你 祖母 九龄回来没事就好 他去采药也是为了我好啊 你说你呀 你说你呀 早就不是个孩子了 可做事情怎么这么毛躁呢 这一夜采药不归 事先总得给家人打个招呼啊 是九龄的疏火 误了时辰 让祖母担心了 他应该跟祖母说完话了吧 我去看一看 他一宿都没吃东西了 一定饿坏了 承宇 有件事我需要告诉你 什么事 你和九龄的婚事是假的 母亲 你这样诓骗人的话 以后就不要再说了 是真的 承宇 为了给你治病不被人发现 才借了冲喜的由头 让你们成了亲 那为什么 他从来都没跟我说过 事情由他来做 还由他来说 太不妥了 是因为我腿好了 他又要走了 所以 这件事情就可以跟我说了 是吗 不是这样的 承宇 不是你想的这样 我还以为 我的腿好了 我能站起来 我就能跟他在一起了 原来 这一切都是假的 当然不是 你的腿好了 你现在可以走路了 这些都是真的呀 委宁愿我从来就没好过 不要再说这样的计划了 承宇 九龄也不希望看到你这样 你是个聪明的孩子 九龄对你没有夫妻之情 你心里定然是清楚的 男子汉大丈夫 做事要拿得起放得下 当断则断 当舍则舍 母亲 这件事情 我们欠九龄一个交代 我们继承了亲 拜了天帝 继了神明 还拜了酒席 请了全城的人来观礼 那这件事情 就不是我们嘴上说是假的就可以了 这对九龄不公平 那你的意思是 给他一份和离书 我不仅要给他一份和离书 我还要让满城的人都知道 更让天帝神明都知道 这样才是对九龄的公道 他为了我 骗过天帝 骗过神明 骗过满城的人 那我就应该告诉天帝 告诉神明 告诉满城的人 他君九龄 是一个怎样的好人 又做个怎样的功德 我的城也长大了 小姐 小姐 没事吧 没事 都收拾好了 你总算可以去京城 实现自己的心愿了 是啊 一直想去 现在终于能去了 但是心里还挺舍不得的 难不成 是关键小少爷 你瞎想什么呀 承宇一直是我的表弟 原来真是这样 再说了 整个方家 对我们都很好啊 对吧 嗯 表姐 承宇 少爷 小姐 这还是第一次听少爷 叫你表姐呢 表弟今日来所为何事 有件事 有件事 我想跟你说 说吧 这个 我想你会需要的 何离书 何离书 多谢表姐 护我方家周全 表弟不必客气 一家人不说两家话